眼瞅着就要临近一年一度的618活动 估计有不少小伙伴也在提前物色一些3C产品啊 如果你最近有供入显示器的打算 那本期视频一定要收藏 以防以后找不到 本期给大家整理了一份 影音办公有限电竞 性价比显示器推荐清单 其中包含了历史价格和优缺点的分析 到底哪台会是你的菜 看完准不迷糊 为了方便使用 以上是本期视频的显示器推荐顺序 想要了解的板块 可以直接拖动进度条观看 首先是入门电竞显示器的推荐 500这个价位端其实预算非常的极限 但在这个价位也并不是完全没得选 同样也有高刷屏幕数字不错 且功能相较丰富的产品 首先第一款推荐的是三色的N50 Pro 4 这款显示器可以说是500档的水桶机存在 各方面的表现都比较优秀 且没有明显的短板 N50 Pro 4采用的是一块滑星光电的1080P IPS面板 24.5寸的屏幕 180Hz的刷新和1毫秒的响应速度 基本可以告别延迟和卡顿 对玩家来说在决胜时刻和刺激瞬间 这些参数都是必不可少的关键要素 其他方面显示器自带六轴调色和六轴宝盒 有多种游戏模式可以选 保证了各种游戏时的舒适感 且自带低难关 出场自带消色 在这个级别里可以说是读书一致 色彩方面 330L加HD20可以进一步提升画面层次和色彩 99%的SRGB色域 96%的P3色域和dotaE小于2的色酸 可以满足轻度设计需求 平时用来PP图剪下视频 基本不能画下 最后外观方面 外观看上去就非常的朴素了 整体采用塑料材质 背面纯黑没有额外的设计 但没有设计不也就是一种设计吗 支架方面支持浮样调节 但新版的六边形底座 加强了屏幕的稳定性 比上一代V字形底座更省桌面空间 目前某动价格都为569元 最低价格是499元 618期间500左右的价格完全可以蹲一波 毕竟这个价位有这样的参数 还是相当不错的 第二款呢 则是Coreade X41 也是N50 Pro的直接竞争对手 这一款潜测器算是600价位的老手能源了 参数方面 搭载是一块23.8吋1080P会刻的面板 99%的sRGB色域和90%的P3色域 300L的亮度 小于dotaE2的色准 同样自带硬件防热光 色彩表现对比N50 Pro是稍有逊色 但其他参数基本相同 结果方面 一个DP1.4加上两个HDMI2.0 其中DP1.4支持满血输出10比特 而外观上相较比较朴实的N50 Pro 可以算上颜值在线 模具是电竞风的设计 通体纯黑 加上红色点缀的配色 支架支持升降 旋转扶样调节 采用的是三角底座 总的来讲 在这个价位当中 对性价比和颜值 有一定要求的小伙伴来说 这是一款值得入手的显示器 和N50 Pro相比 背面的颜值 支架方面都更具优势 但色域色准方面 还是N50 Pro更深一筹 至于怎么选肯定是看你自己个人的需求 接下来预算升级来到800-1000这个档位 当预算到这里 可选的显示器就品类繁多了 毕竟大家购买显示器 主要集中的也是这个价位端 同时这个价位也是各大显示器厂家必争之力 因此各种卷王均是单身于此价位端 第一款呢 三色机器2 这一款具有百元价位电竞小金刚称号的显示器 之前的价格均在850左右 目前保驾618 价格来了799 2K 180Hz 1ms的回接响应和FAST IPS面板 两个DP 1.4的接口和两个HDMI的接口 DP支持满血的180Hz和10bit的输出 HDMI支持144Hz和8bit的输出 PS5上支持2K 60Hz的输出 XBOX上也能支持2K 120Hz的输出 98%的sRGB色域 97%的D3 IP3和小于DotaE 1.5的色准 在影音娱乐方面完全不用担心 用来做一些专业的设计内容也是能胜任的 显示器自带的功能 总的来讲理大于B 现在799元的价格性价比可以说相当的高 当然如果你对显示器的背部颜值还是比较看重的话 预算往上加个180 那么HKC的猎鹰2代G27HR同样是很不错的选择 HKC G27HR是最近新上市的新品 这里有我们详细的体验报告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这期视频查看 简单的来讲27寸Fast IP4面板 180Hz 标准的2K高刷减值器 参数上100%的sRGB色域和95%的D3 IP3 最大色准DotaE 1.01 平均色准DotaE 0.23 再加上HDR400的认证 保证了画面色彩橙色分明艳丽 加强了游戏时的沉浸感 自带三种预设游戏情景 可以满足绝大多数游戏的体验 同时HKC致言的DIC技术 能够消除游戏中的脱颖精准定位目标 总之在保留了以往 IPS面板可视角度大 色彩还原度高等优点的情况下 这一款显示器还额外提供了更加流畅的图像表现 搭配2560x1440的分辨率 以及180Hz的刷新 练鹰2代G27H2 在游戏 动作片等高动态场景下 给人的体验感是相当不错的 而且因为做了印线低栏观的认证 长时间使用对眼睛的负担也会更小 再看外观 正面没什么好讲的三面窄边框 中间是HKC的logo来到背面 背面的设计还是相当变劲的 黑红配色搭配纹理设计 有种雄鹰展翅的感觉 接口方面配有一个DP1.4 和两个HDMI2.0的输出接口 都能满血输出 控制菜单为OSD5向摇杆 支架支持升降 抚养左右旋转等条件 以作采用的是六边形设计 非常的小巧 大大节省桌面空间 活动价格999 还能在我那篇关于热台显示器视频里的 置顶动态 女20万的优惠创 979拿下这台显示器 总的来说G27H2这样的一个配置 千元以内拿下还是非常香的 当然如果你的预算在千元左右 除了2K高刷 对色彩这一块同样非常看重 那HKC神盾MG27Q可以看一看 缺远于前面两台 这一台MG27Q采用的是LALO IPS面板 简单的科普LALO IPS面板 虽然响应速度没有FAST IPS那么的快 但色彩表现更出色 无论是色域色准 亮度均匀度 还是光亮表现都会更加优秀 神盾MG27Q搭载的是一块LG SSL二代 NALO IPS面板 这块面板原厂背光 原生165赫兹 通过HKC的超频调教 支持到了180赫兹 之前我们对这一台显示器 进行过真跳的收拾 三十分之一的快门抓拍是六格 十分之一的快门速度抓拍 真跳是17个满格 两个半格 共计18个满格 中间未出现跳格和断层 实测跑满180赫兴 轻轻松松 当然NALO IPS最大的优势就是色彩表现 在默认模式下实测色态显示器 可以达到99.7%的SRGB 85.1%的Adobe RGB 和93.2%的DCIP3 同时量度能达到430L 色温7300K 最大射准德态1 0.87 平均正准德态1 0.31 表现可以说相当不错 这台显示器的输出接口 为一个DP1.4 两个HDMI 2.0 接口数量虽然中规中矩 但之前的DP1.2升级成的DP1.4 还是值得点赞的 外观方面 正面三面窄边框 背面红色的盾形装饰 搭配六边形小小底座 颜值不错的同时 也不占用周面空间 支架支持升降 左右旋转 高低抚养 横速调节 目前京东618的活动 到手价格1099 去年618的时候 我做过这台显示器的测评 我记得是1499 时隔一年再将这版 1099的价格搞一台27岁 22K 180 或者Lano IPS面板的电竞显示器 我认为还是蛮像的 千元预算的第二台Lano IPS面板的显示器 创为F2 G5 1Q Pro 也是可以考虑的一款 但价格它也是这四台里面 最贵的一台 来到1299 创为这一台F27 G5 1Q Pro 采用的就是最新一代的Lano IPS面板 2K 180分之1毫秒的会接 虽然1299并不便宜 但同样面板配置的显示器 基本都是1500元以上了 所以算是Lano IPS面板显示器里 小选的存在 配置上100%的SRGB 和98%的P3色域 小于2的色准调校 8-10的色深 和400米克亮度 参数基本没得调 外观上 背部的纹底相对时尚 背面左侧有一个OSD五项摇杆 面板菜单操作简单 逻辑合理 接口方面 除了一个DP1.4 两个HDMI 2.0 还配了一个15W的Type-C接口 可以作为笔记本的外接屏使用 支架底座采用了一体层性 虽然是V型底夹 但开脚设计的比较小 并不太占用桌面空间 同时三点支撑的好处就是非常稳 支架支持升降旋转 复杨调节非常灵活 硬件上不光有硬件地囊光功能 还自带光感频变功能 体验感上算是一个加真相 以上四款显示器都是千元的2K高刷 如果你组完3A 对高分辨率有需求 以下四款4K高刷 可以了解一下价格趋先 从1500到3000不等 第一款三色的G7U Pro 这款是最近新推出的 4K电竞显示器的新卷王 2000元以下价位的传闻小钢炮 配置上采用的柳达7.0电板 4K加160Hz加1毫秒的灰接响应 标准的4K高刷屏 色彩支持99%的SRGB 95%的DCI-P3 97%的Adobe RGB 和小于DataE 1.5的色准 亮度也来到了400G 接口方面 一个DP1.4 两个HDMI2.1 一个音频输出接口 整体数量比较一般 但好在DP1.4和HDMI2.1的接口 能够支持到满血输出 160Hz 10bit 4K分离率 对比别的品牌 整体各功能都比较齐全 但带来的就是 也没有哪像非常突出的表现 就很随同 控制面板采用的是OSP 五项摇杆 同时还配着DC调光和硬件防蓝光功能 值得一提的是 它的OD调教相对常规的产品 要多出两个档位 一共五档的调节 基本可以覆盖FPS和3A的需求 同时也支持动态OD 可以根据帧率自动匹配OD加速的策略 最后外观正面相对简单 背面的纹理让整机很有设计感 底部还配了一个小夜灯 很好的弥补了屏幕挂灯 找到的地方 支架采用的是全功能旋转升降支架 支持身价浮衍水平和垂直旋转 总体来讲 G7U Pro做到了一般千元4K屏 做不到的功能和颜值兼得的需求 1699的价格在性价比上 也属于一个无法撼动的认为 那么第二款呢 就是来自蚂蚁电竞的ANT27VU 说到蚂蚁电竞 第一印象就是性能极致 物美加龄 各项参数都并不错 这台ANT27VU同样如此 27寸4K指面屏 160Hz刷新 1毫秒的GTG 有达7.0面板 色彩支持100%的SRGB 95%的DTiP3 95%的AdobeRGB 风质亮度能达到450L 支持HDR400认证 以及MD的Physim和NVIDIA的GC 同时因为有DSC显示流压缩技术 因此单DP就能实现4K160Hz 而摄准最大DATAE1.36 平均DATAE0.16 拿来做个设计剪辑完全没有问题 同时是有支持到不散片和绿蓝光 不是硬件机的防蓝光 稍有可惜 但总体没有强 再看接口 接口配备还是相当齐全的 两个HDMI2.1 加一个DP1.4 一个15W的Type-C 同时还有两个上显的USB3.0 应对日常 完全不用担心接口焦虑 最后外观方面 外观可以说是蚂蚁电竞的一大亮点 正面采用的是超载边框 背面蚂蚁头的设计语言 中间的LOG灯和两条发光的眼睛 支持设置灯光模式和开关 同时电竞的设计风格也融入了支架 支架除了棱角分明的线条外 在底部还配有一个投影灯 投影灯是支持定制自己喜欢的图标 玩的属性还是挺高的 当然有的必要是 为了射灯效果 支架采用的是三角形底座 造型确实战斗 但也会占用更多的桌面空间 如果桌面空间不够 也可以考虑一下壁挂 调节上支架支持升降 左右旋转 辅养横处调节相当灵活 总体来讲 AMT27VU 棱角分明的电竞风设计 满足一切对极致电竞的体验幻想 追求电竞风格的朋友 基本都是喜欢的不了 如果你中间它的外观 综合参数来看 不错的色彩表现和游戏表现 给的足够多的接口数量 结合目前618 1849的到手价格 我觉得可以从 第三款是创围的F27 G10U 这是一款白色旗舰机 4K 160Hz的电竞显示器 底座支架和显示器的背板均为 纯白设计 适合喜欢摆设桌搭的小伙伴 六角形的底座 桌面占用空间能做到最小化 支架可升降旋转抚扬调节 还自带高度的刻度 外观上显示器的背面设计简洁 中间也是六角形的设计纹路 右下角OSD采用五项摇杆 接口方面DP1.4 支持4K 160Hz 10bit 全画面输入 HDMIO 2.1 支持4K 144Hz 10bit 全画面输入 同时也支持VLR功能 但没有USB接口和Type-C 这能说非常遗憾 面板搭载的也是有达的7.0 色彩方面99%的SRGB色域 和97%的DTiP3色域 自带硬件光浪光 支持iPad SIM和HDR400认证 同时对MacOS的HIDPI的支持 让这一款显示器 试用方位变得更加广泛 目前这一款显示器 价格一直稳定的1999元 在4K档位里算不上太便宜 但纯白和破具设计的颜值 加上整体不错的综合调校 我觉得在4K高酸显示器里 也是有一席之味的存在 那么最后一款呢 就老生长坦达 LC的U27 G3X 这是一款4K电竞显示器里的老选手 外观上红黑配色 可升降旋转 俯养条件的支架同样也是有达7.0面板 且LC在用料上基本无需担心 美中不足的就是比较占用空间的 X型底座和祖传的OSD菜单按键 4K 160Hz的高酸 1毫秒的灰接响影 基础属性不用多说 99%的SRGB色域和95%的DCI-P3色域 以及达到了Fast IPS面板的极限 600L亮度 在游戏和影音上都有着非凡的表现 小于DT1 2的射准 8-10的射身 兼顾轻度设计不在画下 最后接口方面 两个DP1.4和两个H102.1 加上两个USB3.2接口 日常使用完全不用担心数量不够 去年双11的活动 这一台显示器是以2799的价格 拿下了京东4K电竞销量 和一面额的双冠军 目前这一款显示器的价格 稳定占了2499 虽然对比前面三款的价格真的是贵了不少 但毕竟一线大牌LC的背书 个人觉得条件宽裕的情况下 这款显示器也是可以考虑的 当然如果你喜欢环绕的游戏沉浸感 那么接下来戴玉瓶可以了解一下 开始之前先聊聊戴玉瓶的优缺点 戴玉瓶21-9的长款比 对于普通的16-9的显示器 在玩游戏的时候 必然可以得到更广的视角 且玩赛车游戏的时候更有沉浸感 玩播把游戏的时候 同样也能看到更多场景要素 很容易做到先发智能 同时更长的屏幕在分屏使用的时候 也是更有优势 但于是同时21-9的比例 在观看视频和电影的时候就比较难受了 毕竟目前主流的画幅依旧是16-9 左右会留很大的黑边 再就是FPS玩家有人很适应 但我玩21-9的第一人称准头昏 最后由于更大的面板尺寸 戴玉瓶的价格相较同配置的显示器屏幕 也会价格更高一些 聊完以上就缺点 如果你依旧喜欢戴玉瓶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有哪些性价比不错的产品可以推荐 首先先看千元档 千元档推荐的是泰坦军团的C34-CHR 在千元这个价位这一台泰坦军团 还是相当具有性价比的存在 14Hz的刷新率加上1毫秒的快速响应 保证了流畅画面 1500R的曲面和21-9的比例 属于标准的34寸曲面屏 300L亮度虽然非常的一般 但好在支持HD20 4000比1的对比度加上99%的SRGB色域 和87%的DCI-P3在色彩上又扮回了一局 当然受限于面板 VI面板的通病就是整体画面会偏白 这个是没法避免的 可能对于FPS玩家来说是不太友好 最后外观的 总体来看外观第一页走的简约风 传统的SD菜单操作相较繁琐 支架采用的是微信底座 支持升降左右15度旋转 抚养调节 接口配备的是两个HDMI 2.0 两个DP1.4 以及音频耳机输出口 总体来讲中规中矩 目前这一台显示器的价格是1199 放在总的产品对比里 它还是挺有竞争力的 再看它自己的价格走势 最先开始是1199元 中途涨到过1249 如今628又降回至1199 总体来讲价格还算相当稳定 如果说你的预算就是在千元 那这一台C34CHR还是可以考虑考虑的 当然如果你追求品牌且预算再多一点 那么华硕这一台VG34 VQ23A 完全可以了解了解 在这一个屏幕疯狂内卷的时代 高贵的阿苏斯也参与到了重低端显示器的竞争当中 并且成功的打杀特杀了一波 180Hz的高刷 1毫秒的灰阶响应时间 加上HVA的面板 2000样一类就能拿下的曲面屏 性价比还是相当的高 且华硕的外观一直颜值在线 机械感的设计和磨砂质感的外观 让整体通黑的显示器的颜值成了一个加分项 色彩方面100%的SRGB色域 加上96%的P3色域 能够有一个不错的画面表现 同时还有HDR400认证 接口上给的也是非常丰富 两个DP1.4 两个HDMI 2.0 三个USB 3.0 可以接入多个不同的设备 且华硕自带硬件防烂观技术 有四种设置可以选择 总体来讲 2000样为内 这一台显示器还是相当能打的 目前某冬的活动价1799 之前售价一直维持在2099 至于618还有没有下滩空间 有想法的小伙伴可以蹲一蹲 当然说到待遇品 谁又不想要一块 中贵的32比9的超大待遇品呢 但像这种49寸操场待遇品 往往有着中贵的价格 在这些超大待遇品里面 有没有性价比高的呢 其实我就发现了一款冷门的产品 蚂蚁电竞 ANT-49EUC 49英寸 三星的VM面板 3840×1080的分辨率 14Hz刷新 1毫秒响音 小于德塔E3的收准 支持HDR400认证 与90%的DTIP3 接口方面 一个HDMI 1.4 一个HDMI 2.0 一个DP 1.2 两个USB 3.0 一个USB 3.1 外观方面采用的是整体同黑的设计 背面给到了一个可调环形RGB灯环 支架采用了铝合金三角设计 支持抚养条件 咋一看呢 这些参数其实都并不算太强烟 毕竟它是一台发布了几年的产品 但要知道 一台宽度接近1.2比49寸的待遇品 32比9的比例 特别是在赛车游戏时带来的沉浸感 也是其他尺寸无法比例的 且像HDR400认证 G-SYN非SYN 绿蓝光 暗部亮相都有支持到 最重要的是它的价格 发售的时候 它的售价是4999 如今经过了三年的市场沉淀 价格来到了3399 同时还有限时E卡活动 还能再进无时 要知道 现在小黄鱼同尺寸二手的ROG XG49 VQ的价格也是在3000加 那3349入手一台全新的蚂蚁电机 他不想吗 最后我们再简单的聊聊 办公设计类的显示器 首先是入门级的办公屏 第一款的三色OF25 三色这一个转王 已经将它磨爪 升向办公显示器这一块了 4月份这一款显示器的价格来到399 可以说转失了一重办公显示器 而4.5是最适合人用观看习惯的比例 90%的SRGB色域 不光是办公还能打的游戏 100Hz的刷新率FPS的游戏 也是能玩 自带特调硬件加硬件防蓝光 比一般的硬件防蓝光的效果要更好 但长时间使用的情况下 屏幕的整体色彩会有一点点偏黄 作为办公显示器 深色给它加了一个电子书的模式 开启了这个模式之后 画面会变成黑白色 减少视觉疲劳 对长期码字和阅读稿间会有一定的帮助 外观质感非常一般 圆心底座 加上可轻微抚养的调节支架 非常简单 但对于这个价格来讲 只能说利大于弊的产品 是绝对可以入手的一款办公显示器 那么第二款呢 是近年2月份新推出的一款显示器 模具沿用的是同品牌P6的模具 屏幕三面窄边框 方形底座 很节省桌面空间 整体呢 采用磨砂质感 朴实无滑的感觉 背面有一个DP1.4 和两个HDMI2.0的接口 接口比较丰富 PC PS5 XBOX等主流设备均能兼容 参数上100%的SRGB授予 和90%的DTiP3 加上小于DotaE2的胜算 无论是画面表现 还是色彩还原上 都可以说相当不错 2K 100Hz的双心率 虽然做不到专业电竞屏的水平 但对于轻度游戏来讲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这一款显示器 虽然没有硬件防蓝光 但绿蓝光技术加DT调光 它也是有指尺的 同样 这一款显示器 也是配有电子书模式 对于大量阅读文字 和省阅需求的小伙伴来讲 还是相当有用 这一款显示器的价格是649元 如果觉得27寸太大 柯锐有一款P4 除了尺寸是24寸以外 所有参数均和P5相同 价格是599元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专业办公设计屏的推荐 第一款的就是Korea的P6 这是一款办公设计入门4K屏 有达6.0的加持下 色彩表现也相当俗色 100%的sRGB色域 加98%的P3色域 同时亮度也能达到350L 让画面更加鲜艳逼真 sRGB模式下 色准控制在了小于斗塔1以下 对平面设计和影音制作人群来讲 这还是相当重要的 硬件防蓝光 可以让用户长时间使用当中降低眼睛的疲劳 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 可能就是外观比较朴素 很有塑料感 另外自家只支持抚养调节 比较可惜 稳定不变的996元 也是让它在千元办公设计屏中 有着极高的性价比 那么第二款呢 就是LC的U27N3R 这款是除Korea P6之外 另一个值得入手的办公设计入门4K屏 100%的sRGB和91%的P3色域 加上HDR400认证 能够呈现出更加逼真生动的画面 自带双色域切换功能 可以很好的适应各种场景 同时自带硬件防蓝光 长期使用也不是问题 自驾支持升降旋转 抚养多项调节 背面不管给出了多个USB接口 还给到Type-C接口 方便笔记本和手机的连接 Type-C接口还带有90W的快充 可以对很多设备进行快充 1200比1的对比度非常的优秀 加上出厂自带精准效射 对于影视剪辑和平面设计的小伙伴 这一点还是值得点赞的 虽然刷新率不高 实话流畅 但玩玩3A大作 跑满4K60Hz还是可以的 且自带音响 音质虽然很难评价 但聊生于无 最近价格呢 它是有些上涨 现在的价格1599元 但我觉得它依旧是一款 值得入手的射击显示器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期关于618 所有显示器的全部推荐内容啦 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 请长按大拇指 三连支持一波 如果你还有其他的想法 或者问题想要补充 欢迎蛋布评论 留言讨论 我是光丹 我们下期再见 这会对我们下期再见